今天我们为大家所介绍的是三支麦克风的敏感度的比较 第一支麦克风是美国苏尔的SM58 就是这支麦克风 是它的包装 把它给看一下 它的本体是在这里 它是这样子 这上面有苏尔的SM58 大家看一下 那第二支麦克风呢 是我们的PCM5550 这是它的包装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必须要放干电池的 把它放好 那它的本体是这一支 可以看到它是白色 那它必须呢 放干电池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我们看到这个麦克风头 麦克风头 一般我们可以拆开来 我们里面有个干电池 它必须要放干电池 才能够正常的工作 那我们把这个麦克风头 再打到这个旋号 放进来 好 那第三支呢 是日本铁三角的 ATVD5 就是这支带金边的 日本铁三角 它的开关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使用呢 一个Sony的这个 录音笔 来当我们这个 放音的来源 用双面加把它固定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播放 好 那我们现在使用这个 美国舒尔的SM58 来做一个示范 我们把开关打开 把它放进来 好 这是美国SM58 舒尔的 把开关关掉 好 那我们要第二支 一线5550 白色小白 把它放好 好 把它关掉 再用第三支 日本铁三角的 ATVD5 把它打开了 好 我们可以感觉到 它的敏感度 把它关掉了 好 把它拿开 好 把它关掉 好 把它拿开 好 把它关掉 好 好 把它关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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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好 把它关掉 把它拿起来 把它关掉 把它拿起来 放好 我们要第三支 就是这个铁三角 把它放上去 好 把它开关掉 好 把它把它关掉 好 把它关掉 好 把它关掉 好 把开关打开 好 好 我们开弯关起来 那以上就是我们美国输儿的 SM58还有PCM5550 还有日本铁脚ATVD5 三支麦克风敏感度的比较 好 详细的使用办法还有动感方式 还请大家参照网页上的说明 谢谢各位